照顾妈妈朋友女儿的第17天 我这是恋爱了吗 这套怎么样 哇 好看 我们走吧 你等一下 诶 张欣这套怎么样 运动风 哇 也好看 我们赶紧走吧 嗯 你再等一下 诶 张欣你上来一下 哦 你觉得这套怎么样 哇 我觉得这套是刚刚试的 几套衣服当中最好看的一套 那你就说前两套不好看了 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前两套没这套 不对 我的意思是 这套比前两套 诶 算了 你继续走秀 我去冷静一下 这套要冷静 那还得追到女孩子 诶 我不冷静 你是不是就能追到女孩子 好 那我今天就不冷静一下 小桃 张欣你 诶 别动手啊 别动手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很公平 别人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别人 小桃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女朋友了 以后由我来保护你吧 你要好好对我 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 我还是会退货的 放心吧 你退不了货了 诶 小桃 我们跟琪琪一块吃饭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精心的打扮 诶 你都不懂 有句话在做防火防盗 防闺蜜 防闺蜜 闺蜜还要防吗 当然了 这套 诶 来啦 诶 琪琪 怎么那么晚啊 你都不懂 我觉得算是快的 啊 琪琪 你也在家换了三套衣服吗 你怎么知道啊 哎呦 得嘞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吃大餐啊 太多了 来来来 干杯干杯 来干杯 对了 琪琪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 能帮这么大忙 等一下 正好我哥有这方面 业务是小总 想他又是我哥的 所以就下总了 诶 对了 琪琪 我跟你说 我总觉得公司那个下总 对你有意思 你可得当心点啊 下总就是我哥啊 啊 他是你哥 嗯 郭贵 你在干什么呢 诶 我去 我这刚弹上就有情敌啊 诶 张欣 你干嘛 他睡了 他睡了 瞧我手你干嘛 小桃 这傻小子谁啊 哎呦 我去 哎 哎 给我 你说谁傻子啊 你才傻子 你全家都傻子 我跟你说我是小桃男朋友 我叫张欣 你快给我 您发微信都没看名字的吗 啊 看什么名字啊 小桃饲养员 小桃饲养员 小桃饲养员是谁啊 啊 是他爸 啊 是他爸 哎呀 下次做事不能太冲动啊 下次做事不能太冲动啊 对了 小桃 我刚刚是不是喊叔叔傻子 对啊 你还是我们全家都是傻子 哎呀 哎 但是我拿你的手机发的语言 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吧 你把你的名字说得很响亮呢 哈哈 哎呀 这下怎么办啊 哎 小桃你要去哪啊 给我爸打电话 哎 哎 姐姐 你说按正常逻辑我是不是得量啊 嗯 按道理说你确实是量了 那我该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给叔叔打电话道个歉啊 嗯 你先等小桃跟他爸爸打过电话吧 哎 这个怎么办啊 诚心 啊 接电话 谁啊 诚心 啊 接电话 谁啊 那有谁 我爸呀 那我去喝口热水认认嗓子 哎呀 你快点 喂 爸 不不 叔叔你好 您好 叔叔 小桃 小桃在南京都会给你照顾 没事 这炮他不是 不对 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 小桃跟我说的关于很多你的事 其他不多说了 加油吧小桃子 好的 哎呀 爸你加什么油啊 别乱说了 怪了啊 那个爸叫加油是啥意思啊 什么爸 加什么油 你别乱说了 扎心 哎 看你腰子撒够了 还让爸带下去了 好了好了 我们玩玩牌吧 玩牌 嗯 那我不会玩牌啊 没事 也不会有什么惩罚 就是输的人喝一杯 嘿嘿嘿 赢了 哈哈 又赢了 玩牌我不行 抽龟 哎呀 我就没输过 哈哈哈哈 你个傻子 你都把小桃灌醉了呀 那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吧 好了 那我先走了 我对过来接我 拜拜 注意安全啊 哎 嗯 到你抽牌了 抽牌 抽什么牌啊 赶紧睡吧 哎 哎 嗯 我真的偏心 啊 你说什么 张欣张欣 啊 小桃 我怎么睡地上呀 哦 你昨晚喝多了睡在沙发上了 我就只能睡这儿了 哎 赶紧上沙发上躺会吧 啊 好 哎呀 你怎么感冒了 打喷嚏了 着凉了吧 是可能昨晚没开被子吧 有点头晕晕的 我扶你去搭上躺会 啊 好 来喝点水吧 啊 哎 肚子是不是饿了呀 啊 好像是有一点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胃口 生病了还是要吃点东西的 我给你煮点粥吧 啊 好 先喝点粥吧 啊 好 你躺下我来喂你 哦 好 来 怎么了 小桃你是不是盐放多了呀 我怕你生病没胃口 我就放点盐太咸了吗 啊 不行不行 哎 没事没事 你别喝了 嗯 别喝了别喝了 嗯 嗯 我都喝完了 这么咸你都喝完了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 张鑫 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为我做的一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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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